基隆市东岸商场产权争议被认为是点燃霸梁案的导火索 据了解 该案由谢国良收回东岸商场停车场而起 尽管设施公司前后四次到法院提告 均被驳回 但霸梁团体仍紧咬不放大作文章 昨晚 谢国良再次表示 拒绝弊案何错之有 霸梁团体多次用强盗贪污等字眼来形容自己的行政团队 但如果最后证明清白 霸梁团体会否为此道歉 你们口中所说的强盗的谢国良在经历的这么多个月后 假如有一天我们的检察官还我清白 会不会有机会为团体会向谢国良说一声抱歉 谢国良还表示 他上任一年十个月 现在基隆市政府的财政是20年来最好的时候 他还列举自己在提升公交车服务 设立室内儿童乐园 成立亲子和长辈照护平台等的施政成绩 强调上任至今 基隆财政稳健 人口增长 环境改善 让市民有了更好的城市生活感受 刚刚讲到的还债的问题 简单来说 我上任的时候 基隆市政府的总负债是67亿 我上任到现在就是已经还债了10亿 都想要去日子 追arg 背纸 新闻 能新闻